來 第一次你看一下題目說的喔 這題目他講喔 他說某個物體來畫起來 做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既然可以做等加速度運動 代表公司可以代表對不對 好第一個你看一下這邊 他說粗速度15 想要去V0等於15 然後經過5秒想要去T等於5 速度變成25 所以想要去V等於25 然後問你加速度多少 問你A等於多少 所以顯而易見的你看 那一個公司會用到V0A跟T的第一個 所以用V等於V0加AT 所以V等於25 等於V015 加上A就等於要打Rs T呢5秒 所以A就出來了A等於2 所以你男的2 這個題目之所以男的原因是因為他講這句話 他說請問你 再經過幾秒後速度變成29 男是男的名字知道嗎 男這個在這個字 如果沒有在這個字 只問你經過幾秒的話 答案就不一樣了喔 我們先看這個題目怎麼算 來 最後速度不是變成29 所以一樣公式 用哪個公式 用這個V等於V0加AT這個公式 V呢就是代29 V0呢就是代15 加A乘上5 所以A要出來了 來移過去 對不起對不起 錯了 A應該是2才對 是T 是我要答案 所以要減T 來把移過來變成了 14 2T 所以T點的話7 所以這個題目如果問你經過幾秒的話 能顯示7秒 聽懂嗎 但這題目是說再經過幾秒 再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你聽懂我解釋什麼意思嗎 題目如果只問經過幾秒的話 你當然是經過7秒 因為你一開始就是15 所以經過7秒 才會變成29 可是題目說再經過幾秒 再把前面那個5秒呢 已經用掉了 所以你要把他解釋它 所以變成7減掉了 所以來自經過2秒 再經過2秒 聽懂了嗎 注意聽喔 別的時候我們聽講 如果大家好像都有錄下來 白紙黑字還有什麼 有影片有真相 題目如果講 再經過的話 你要寫是2秒 如果題目沒有再這個字 只問你經過幾秒的話 答案的解釋是經過7秒 因為 沒有再這個字 要從一開始就開始算了 再的意思到5秒那個人 就不要算進去裡面 聽懂嗎 好那這個人也是一樣 他說 那再經過5秒 蘇編長 來請問你 這個再經過5秒 這個比較難 一開始的5秒呢 要算 後來的2秒呢 也要算 再加原來的5秒 總共幾秒 12秒 所以答你公司要用 v0加1 v0要帶15 a就是2 t就是你要答案 t的關鍵量你要帶是12 不能帶5喔 所以代表答案就變成了 15加上24 39 所以答案是 速度變成39 這樣會不會 要小心喔 再提過基本這邊 好 加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